这一节我们请入议员淑美咨询 时间45分钟 你完请 谢谢台会主席 我们的丹秘书长 丹市长 两位副市长 以及我们 副副国担委的主管 我们各位媒体好朋友 亲爱的议会同仁 以及关心市政的 敬爱乡亲好朋友们 大家早安大家好 淑美现在将进行 第二届第三次的定期大会 市政总资讯 首先我要请教我们民政局 因为局长早上八点十一分 打电话给本席 说本席要问他 所以他一时紧张摔倒了 现在在长庚医院手术中 我们祝福他能够早日康复 那我请教我们陈副局长 我叫到你的时候 麻烦你请站起来 我才知道要问你什么 请请教我们陈副局长 请问你我们区长的职务是什么 请回答 我们区公署的扮演的角色 就是我们似乎派出了机关 那当然是 就是临时有很多交办的事项 然后他推动我们区内的公共事务 然后辖区的一个整合协调 都是由区长来拜年的 你回答的本席不是很满意 应该区长的职务 也不是只有这一些 好那本席再问你 那区长的调动是以什么为依据 我们当然是是财是所 但是他的职责是由我们考量到他的专才部分来处理的 那当然我们民政局的部分 还有市府长官的部分 都会通盘的考量他的一个特色 或是一个才人的部分来做一个调配 因为本席是从县市合并前到县市合并后 都一直在议会里面 那之前的乡政长是民选的 所以呢 经过选举以后选出来的 大概都会跟地方的乡亲站在同一阵线 来维护地方 然后做一些地方服务的工作 那县市合并以后 因为区长改官派 然后一个区长到一个地方 说不定好像短短有的几个月又调动了 有的大概半年一年啊 或是甚至不定期的这样调动 那不知道我们副局长觉得这样的调动 是您刚刚所告诉本席的 是才是用 还是有什么考量 考量的部分我想是很多面向 但是考量的一个标准 我想是有主客观的一个因素 那这种调配的部分 我想是我的部分 我觉得本席觉得你也应该回答不出来一个具体的方向 是不是我也不再为难你了 本席听说这些区长最近接到一个line 这个line是有柜局发出来的 说请这些区长有任何事情不得向市议员反应 不需要市议员来关心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应该是今天受伤住院的局长发的吧 你也不知道 应该我是没有收到这样的信息 那你觉得呢 发这个是不是大 如果有的话 如果真的有的话 我想如果是真的是有的话 我想它的部分是一定有一点考量的部分 但是我们确实是没有收到这样一个信息 我只问你是不是当 如果有的话你觉得很适当 应该的是不是 我说你个人认为就好了 你不要回答得那么广 不要考虑那么多 你直接反应告诉本席 你觉得这样恰不恰当 是不是应该 因为我是不能代表我们局长来做 说如果有的话 那以后你怎么当局长呢 局长没有来 你就代理局长啊 以后可能会做局长啊 那种发布这个信息的考量 最后它的背景是怎么样 我们也不清楚 那这些区长有没有一个群组 跟你们民政局 区长有清楚 但是我们确实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信息的发布 那如果有的话 本席 不知道是要非常肯定你们 还是要怎么样 本席的辖区六位局长 也不能说不认真啊 某些方面很认真 可是呢 平时本席真的不知道他们的工作是什么 我希望你们民政局 好好的可以督促这些局长 这些区长 这些区长 对不起 那本席再请问你 怎么叫做妇女社会参与促进小组 好 那其实妇女社会参与小组 那当初成立的一个用意 它主要是鼓励我们一些社区的妇女 能够热心来参与我们公共事务 然后培育我们一些妇女的社会常才 那因为她的参与 我觉得在妇幼或是这部分 她其实都有相当的一个绩效 你个人认为成立了三界了 这个成效怎么样 我想非常好 非常好 是真心告诉本席非常好吗 她确实有一定的一个绩效 在你们的工作报告里面 你们报告她做的工作是什么 要不要本席再念给你听啊 妇幼友善 什么安全空间检视 然后呢检视的成果有公园 几处公厕什么大陆什么东西 一大堆 共222处 均由各区公所行 请我们管理机关改善 以获得改善一半 那本席请教我们副局长 你刚刚说这个成效很好 而且你画了一个好大的愿景 结果他们的工作在你们的报告 他们做了这些事 这些事还要去委任这一些 妇女社会参与小组来做吗 有需要吗 你们报告的这一些东西 还是你不知道你们的业务报告 写的是什么 我知道 那你觉得这些工作需要在这一些人来做吗 我向于议员报告 那基本上他我们护女社会参与的工作有三项 那就是社会参与 还有一些 性命意识以及护女成长 还有推动器语的特色 这三大组组 那至于议员刚刚提到的 友善空间的前世 那这部分是因为我们所有的社区的护女 他其实都在社区走动 然后他也是我们一个着目鸟或是千里眼的一个角色 所以在护女部分我们认为他就参与社区也在社区走动 他了解我们每一个角落 社区的治安 还有一些公园 有哪一些街道或是有破落 会影响我们护女的一个安全 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些 很新没有否定他们的存在 可是他们做这些工作 坦白讲 我们一个社团一年 如果要来要求我们政府给他补助的话 做了很多事情的社团 一年也才两万块 然后你这个副餐啊 简称副餐 这个小组啊 如果是用于做这一些工作 那本席建勤你把他废置就好了 因为他里面的成员 其实都是在各区里面区公所 包括区长也是嘛 是不是 区长是召集人 区长也是嘛 当然委员 那是不是跟他们原来的工作都差不多 都重复了 那为什么还要再多弄这个副餐小组来 来做这些事情呢 我向议员说明 那除了亲眼是召集人以外 那另外当然委员是由我们一些相关客室来担任 其他都是我们领选一些社区 对社区有高度热忱的护女来参与 是谁来选的 我想区公所 对啊 还是区公所啊 那区公所 他本身就有他的职责所在 不需要再由区公所去选择一些 你如果告诉本席这一些 妇餐小组的人 是从个理 有个理来推荐 那本席给予你高度的肯定 那甚至 你刚刚报告的他三大 主轴要去怎么培育我们这些妇女 来参与怎么社会人士来参与 因为这个 副参会 结果里面还是很多男士啊 有 对啊 性别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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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是说你们名字取不好 还是说你们这些工作根本就是有问题 本席告诉你 你如果不能 向本席告诉你的 每一个离 请他们建议 推举一个热心地方公共事务的人出来参与 而且要扩大 你既然是付参 让妇女都来参与 其实不用再用区长那些客长 他们已经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了 落实你们给予他们的期许 不然告诉你 这一笔预算本席非常有意见 我要建议你们是否要把它废掉 不要再浪费资源 都说高雄市政府很没钱啊 这虽然没多少钱啊 这无形之中是一种浪费 而且达不到你们所要的那些期许 你们的愿景 都没有 再做一些有的没的 不要以为本席不知道这副参会在做什么 不要再意思听这边讲啊 讲出来也难听 区长也是都一样 几乎都不务正业的 你请再回答本席 那个请问我们的市民 为什么不能够预购我们的纳谷塔位 好 那个我向议员说明一下 那因为我们101年12月20号公布 在县市合并 我们就公布一个高雄市公立兵营设施的收费标准 那所以我们在101年12月26号就开始那个不再提供异购的 那主要就是我们依据的就是高雄市兵葬管理自治条例第25条的规定 就是你要那股塔位的贵位的申请是要十则的移植来申请 那他持平的政策其中有包含一件就是火化的习可证 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政策 我觉得你研究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跟本席反应 因为以前没合并之前 坦白说我们政府在鼓励人家说要火葬 然后进入纳谷塔 那大家也都慢慢的把原来土葬的这个风俗习惯给改了 这个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们现在大概老一辈的啦 如果他身边有存一笔钱 那他想说他假设那个往生以后 他想要在哪一个纳谷塔里面摆放 要放在那边 那他自己有能力 他想要去预购 他也怕说 万一吃到 怕你死死 没友好 还是没钱 这也很可怜 就不能如自己的愿望 然后我们纳谷塔在本席的认为 我们以前也是觉得说 既然你纳谷塔位盖好了 那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市民去预购 那有的还想说 夫妻感情好 还要预购个夫妻塔位 那你现在说好不行 而且你如果来 我也只能够让你保留两个月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不合理 下议员说明 因为我们公立塔位比一般的收费比较低廉 主要是服务民众 服务市民 那自己人提到的这部分说 合不合理 适不适当 那因为目前的条例规定我们确实是不能预购 那自己预言讲的这部分 我想我们回去再来了解 因为确实在条例上 我们目前并不允许预购归位 那本席希望你们 既然我们市民有这个需求 那你们好好回去 把这个事情做一个好好的检讨 我们在买厨啦 洋宅都可以预购 那阴宅为什么说不能预购 那私人还可以喔 就我们公家的不行 我希望把这个办法好好检讨一下 因为有些事大人 他真的希望说他甯姓了喔 他希望要去桌际他 要先自己买好啊 他不要做生死死的负担啊 那这个应该我们要鼓励他才对 那其他的我们一些包括树葬包括海葬什么 我们慢慢的再来教育我们的市民 把我们的往生事宜可以变成非常环保的事情 以后可能把这个塔位也都把它可以改掉 这个是最好的 可是我们还是要玄续渐进慢慢的来 好 夫妻长你请坐喔 谢谢你 本席为什么下这个这么严重的这个 叫做我们的阿爸建户强取民宅 这个是我们岗山区 包含这个我秀的这个房子 跟旁边的空地 这个房子两排 这个正确目前有挂地址的 就是在岗山区永乐街 三十项就是刚刚本席给你们看的这个项道 这一块橘色的 就是我们政府在我们民国六十三年都市计划 把这一块化成市场用地 然后这两个就是刚刚给你们看的那两排房子 竟然把两排合法的房屋把它化到这里面来 我请都发局的局长你回答一下 你对这个案例有什么看法 请都发局长回答 谢谢医长 谢谢陆议员 我觉得这个案子我觉得有点离谱啦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六十一年这些建物都已经是合法的建筑物 那只是那个时候的背景 它是不是在都市计划区 那六十三年他第一次把这个地区化入那个岗山的都市计划区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情境是把这些合法建筑物化成这样的市场用地 那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开辟 那这个案子我们也我知道陆议员非常关心 那也我们同仁也有跟陆议员大概说明一些背景 那在102年01年的时候 我们有在办岗山的那个通盘检讨第二次 在那一次我们事实上也有把这个特别的案例提到那个内政部的都委会 那我们考量到说它的情境是比较特殊 它是原本合法建筑物被化为公共设施用地市场用地 然后却没有开辟 那我们是建议说依照91年内政部的有一次的决议 让它可以不要说比照其他的那种低强度变成高强度的公社用地的 那个负担比例那么高 现在通益性的规定是30% 所以我们昨天的建议是说是不是可以 经历来进步的当委会的当委会的负担回馈的比例降到10% 那一次部队委会是决议是没有处理这个案子 他说请我们后续基于所谓的公平 跟民众的保障民众的权益这两个原则 来再去提案来检讨 那以上这是目前进度 那我们现在也在思考说这个 未来这个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些方向 局长你讲的很好 要保障我们市民的权益 你先请坐 我请教金发局的我们的曾局长 这一块地 我们有可能要开辟市场用地吗 没有 没有 还是永远都不可能 目前都没有规划 而且我们公有市场的开辟目前是都是先搁置的 都是先搁置 我们发现最近就是因为民众市场的经营事实上 它弹性比较大 会比公有市场效率更好 好 真想谢谢你 本期在讲这个案例 我也是看到以后去了解 觉得很不可思议 在这两排房子的住户 他们多可怜 从63年被划定以后 他连房子要整修要重修 要改建都不行 然后现在呢 有我们都市计划通盘检讨 在99年我们刚刚驱公所 有召开 那时候还叫正公所 还没有合并 结果因为旁边这边是空地 这边也都是空地 那当时候奇怪 不知道什么时空背景 什么状况之下 还是条件要来寄付这两排床 这可能过去 住在这可能 不知道在那里的 不知道在那里的 没有这个公告没有一个人知道 然后到开会的时候 他们叫过来的时候 还说你们如果要回户 你们是合法可以改建的房屋 你们还要缴30%的回馈金 这些人你怎么知道我去问他 你们说我住在这里好好好 你白台没有一家我的房子 我这市场用地都没有经过我同意 结果现在我只要求我的房子 你们要把我还回啦 你们既然市场不开辟 你们也没可能把我清修 你们土白 从新恢复我们是住宅用地 我的合法房屋本来就是合法 结果你还要叫我缴30% 你们认为这样合理吗 当然刚刚都发局里就讲讲说 这个真的很不合理 可是你叫他再缴10% 本席认为连10%都不合理 你如果说旁边的空地 你要解除 你要去变更 你请空地的来缴这一笔 我们法令规定的 不管你要30% 35% 你叫这个既有房屋 再来缴这一笔钱 这个不政府啊 这真的不政府啊 这比强盗还可恶呢 对不对 所以本席哦 希望我们都发局局长 你好好的来为这两排房子的祝福 好好的为他们的权益来设想 那如果说有人提出来要把这一块地 刚刚也问了我们曾局长了 我们市场目前都没有这个开发的计划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跟他们协商说希望把这一 这两排房屋尽快的能够还给他们 不要让我们的市民觉得说 虽然以前政府错了 不要知错不改 要知错能改为他们的权益来设想 都报局长这样好不好 你跟本席回答一下 请回答 谢谢议长谢谢陆议员 这个案子我们我想 我们会朝着降低负担跟免负担这个方向来研议 觉得你不要降低你直接要请他们免负担 因为本来就是合法建务啊 跟议员包括啦 因为我们这个都要经过四都委会跟部都委会啦 所以不是 所以这个所谓的合理性还是要经我们要努力去争取 我才跟你讨论说你用免负担的方式为他们来争取 那个可以往那个方向我当然是我们非常愿意啦 但是还是跟议员讲说我们必须要去争取这个合理性 本席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就是说从合并以后我们也期许说我们不管我们乡村不管都市都能够地方平衡发展 所以我们整个高雄市里面其实有很多公社的土地或是不合时空背景 这一些公社用地能够及早统一的规划好 不要等说国土要重新规划 我们一个高雄市都可以自己重新规划 把这一些我们不可能再做公社的这些公社用地重新一起一次把它潜逃好 该还地余民的还地余民 该申收要开辟任何公共设施的 我也希望说我们市政府好好加把劲把这个事情赶快做好 这样才不会影响我们地方的繁荣发展 那个都发局长我对你期许很高 我也希望你尽量朝这个方向大家一起来努力 这个是我们捷运我们那个钢山站就北基厂 让你们看 捷运局长 捷运局长 本席请教您哦 那个我们捷运局目前针对捷运的进度目前进度怎么样跟本席报告一下 一阶跟二阶的部分 那我们我们整个钢山路逐运县线一阶的部分目前综合规划在交通部审核 那还有环境影响评估的部分 环缩在环保署 那二阶的部分目前可行性研究部分交通部已经核转到行政院 那目前在请愿审核中 好像进度很慢呢 好像跟我们市民的期许落差太大了 自己跟路易元博克 因为这份建设它所需要的经费很多 所以我们一定要整出中央的报酬 整出中央的报酬里面 那个中央深黑的时间 跟我们工程的时间差不多了 像我们一阶的报酬中央深黑的报酬 将近就需要两年半的时间 那后边两年半的时间是我们工程时间的时间 好那本期会秀这个图片给你看 就是说我们北基厂把它画了这么多 我们周边的土地 结果目前只有和群护理之家在那边开幕了 那其他还是都空缸档的 不只环境脏乱然后杂草重生 虽然都有在整理啊 可是这个面观真的非常不好 这个对我们整个岗山来讲 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形容 那为什么这个土地的开发会这么慢 延宕了这么久 那听说高一不是也要来这边 那你也报告一下高一的进度 将来要规划做些什么 我们那个北基厂部门 想南基厂 跟北基厂部门 那这里面主要考虑到它的智常性 那智常的部门 就是说我们要留一些空间 给他们做其他事业发展的部门 那同时提高它的运量跟 让整个财务对于平衡 所以南基厂的部门 像南基厂本身已经有造商的大陆格进来了 那所以大陆格进来之下 其实可以增加量跟整个发展的部门 那北基厂的部门 北基厂的部门 北基厂的部门 因为我们有考虑就是说 我们在工山这个北平这 其实给医疗设施来比较不够 那所以现在捷运公司部门 他们已经跟高一部门已经签订备方路 然后同时正在加紧整个签约的相关作为 因为他的时间不够了 所以这部门也是会朝向三方契约的部分 就是说有部门的 他们的高126年以后 那这一部分会由我们捷运局这边来接手 让高一他们可以引入这个地区的一个医疗设施的部分 那高一是要来我们刚刚这边设分院吗 还是要做那个类似护理之家 也是设分院的部分啊 跟那个相关的医疗设施 其实他这两部分都涵瓜在内 两部分都涵瓜在内 那本期是希望说 我们也要让这些土地赶快可以开发 这样子我们地方可以赶快繁荣起来 不然这个面观真的非常不好看 那一个站已经设立了那么久了 结果旁边的土地还是这样荒芜一片 好谢谢你 那个请那个清发局政局长 你知道这个看板是什么吗 请回答 这是我们本周工业区在绿环管上面的一个就是环境监测的看板 环境监测素质的看板 因为本期在车上拍的啦 所以这个大概技术不是很好 环境监测的看板 可是那现在是看起来是怎样 跟议员说明 那个我昨天已经查证确实他故障 那故障多久了 我们的同行跟我们回报 他是有的时候就是时好时坏 那昨天确实在查一遍是故障的 那主要的原因是 那本期跟你讲啦 因为我每天大概出门回家都会看到 这个不是说时好时坏 根本已经花很久了 而且你这个是环境监测素质 只要显现在这个看板上面 结果本期已经大概半年 他都是在秀一些我们一些什么宣导的事情 根本跟环境监测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这个是一个私人公司啊 可能喔 像你的匹列应该是叫他停工啊 不可以再做啊 是不是啊 如果是一家公司的话 那我们一个管理中心 竟然把这个管理得离离离离离 啊坏了这么久了喔 那本期也在这边跟你讲说 这个地方 也是一个大门面 这个真的是让人家很不可思议 啊这个环境监测 已经太久了啦 大概监测的素质 你即使这个看板修理好 那些素质都让人家不可信了 本期希望你们争取经费 把环境监测的部分 重新 再规划设计 做一套 让百姓能够 觉得说很安心放心的一个监测系统出来 好不好 好 我也跟议员报告 我们就这一个 因为它主机板坏掉 我们去查证 我们下个礼拜以前 已经先把它暂时修复 至于您提到的 就是要更有系统的做环境监测素质的公告 这个我会来找我们的同仁一起来讨论 看怎么做 好 谢谢邓局长 另外 本期上次跟你讨论过这个绿环境管 你现在有什么新的作为 还有比较贴切我们绿环境管的一些计划 有没有 好 跟议员说明 就是绿环境管目前的状况是这个样子 过去它是环保局在管理的一个 等于是环境教育的展示中心 但事实上因为地点的关系 其实使用率一直都不高 那因为这一个环科大楼 虽然它看 一二楼虽然是绿环境管 那基本上它还是一个属于产业发展空间 所以我们未来的规划 还是朝向招商来规划 局长 本期跟你讨论这个绿环境管 以我的看法 你既然是绿环境管 当然要结合一些产业啦 还有那个产学合作 或是说一些我们 比较高科技需要研发的 朝向这个方面来进行 对这个管把它活化起来 不要再用那个不三不是什么 只有把它营运租出去 这个叫不负责任的事情 不要说我租一个不相关的一些 跟绿环境完全 大家都没有的 结果来这边 他只是为了可以付我们租金 那当时候你盖这个管 我都觉得那你不如盖一个办公大楼 来出租还比较好 是不是 本期是希望你们 我们朝这个方向跟本期 应该里面会相近一点 我们会来努力啦 因为最近的 我认为 朝绿能的公司来引进 我们会往这个方向来努力 好 谢谢局长 谢谢 本期在那个请教我们裁判局 我们检局长 县市合并以后 我们一百年到一百零五年 这五年当中我们 市长跟您都不断的强调说 中央 少给了我们高雄市很多补助 对我们补助不公 那这五年来 以你们写出来的数字都说 少给了八百一十八亿 对不对 这个数字正确嘛 那请问我们检局长 这一百零五年度 我们高雄市的存债务举借 也就是扣除我们那个债务偿还 大概多少 金额大概多少 请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路易言 今年度扣除 还本 我们必须举借七十三亿多 必须举借七十三亿多 就大概七十四亿左右 那中央少给我们 以你的数字说八百一十八亿 这样平均一年就减凡我们一百六十三亿 六千几万 那现在 本市也很高兴 不是公家很高兴 现在我们民进党已经完全执政了 然后是不是可以 透过我们的关系 请我们中央 每一年呢 从一百零六年开始 给我们多补助个一百亿 那我们以后都不用借钱了 是不是 刚好借柯玲 跟路易言报告 新政府上台还不到上个礼拜 当然 刚刚路易言的鼓励 我们一直都在做 其实五二年之前 我们就一直反映这个事实 我们一直在争取 那新政府刚上台 你一下子要他说承诺什么 我们会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去争取 这个以前是国民党政府做不到的 那本市也期许说我们民进党政府 真的很落实的 可以照顾到我们每一个城市 不要说我们只有高宏市 每一个城市 我们期许他做得更好 而且把以前没有做主的 把这一次一次做主 那我们高宏市 就不用再举债了 我希望说 你可以朝这方面多多努力 不然你坐在这里 你是付财政的 好不容易 有这个机会 本市期许你 可以为我们高宏市政府 带来好消息 就是说 从106年度开始 我们中央每年都可以 补助100亿以上 这样子我们就不用再举债 都不用开源节流 很可能 改开的都没法多开 那也会延宕我们很多地方建设 这个本市是期许你 你如果有机会去你中央 拜託你 一定要为我们的财政 好好地给它准处 这样好不好 谢谢陆议员 开源节流还是需要 争取中央补助 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如果有钱 就可以 可以更大多的建设 像现在 大家都欠 如果议员跟你们建议什么 你们每一局都回答 没有钱啊 这样对不对 你请坐 然后那个 据我们中国时报 5月29号 再报导一篇说 有线电视 消价竞争 不过呢 我们高宏市 这个消费 募情 也是感觉 记得 跟别的县市比 别的城市比 都是最贵的 本期请问我们丁局长 你可以有办法 让我们的市民 可以用最经济实惠的价值 太看了我们的第四代 主要你请回答 请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跟议员报告 事实上我们在六都里面 并没有最贵 我们目前呢 我们各家的收费的上限 是上限 都在大概500左右 甚至新高雄 只有450元的上限 但诚如刚刚议员所说 现在新进的业者 还有提出250元的方案 那我们在六都的比较 并非最贵 没有最贵 不然是一二贵吗 人家台北新北市 都剩下一百多块钱而已呢 这个可是其实我这边 我会补上一个数据 给议员报告 但是事实上我们在六都里面 并不是最贵的 这个我要强调 不然中国时报报导是假的 我想他应该是有一些误解 他有一些误解 他有一些误解 你要叫中国时报来澄清 有些的报线 现在我们的市民看到了 说 我们高雄市哪里是最贵的 跟其他的钱是比 高雄市也比人比较好 我们的市民收集也比较多 那为什么 要付的钱都比百人比较多 我希望你朝这个方面去努力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 可以用最低廉 最经济实惠的方式 来收看我们第四台 这样就好了 好不好 你如果说这个报线 有假的 等下本社要这张给你看 你去跟中国时报求证一下 丁主任你请坐 本行在请教我们研考会 我们刘主委 刘主委 他怎么不站起来 刘主委在哪里 我们高雄市的中长远计划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精简的回答 高雄市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高雄翻转计划 是整个产业的升级跟转型 这样真的很简单 那有什么 未来有什么重大的建设 是我们要推动的 我们这个计划里面 分成两部分 最重要的就是亚洲新湾区 跟我们的 将来的绿色 在南第二港口的绿色 材料循环专区 那当然 从这个产业升级跟转型之后 让高雄可以高值化 让我们的薪水可以提升 让我们的环保可以改善 这里面所创造的利润 也是要寄注到整个高雄的城乡的建设 那包括长照 包括这个托额 那这都是在我们的规划里面 我们的规划 似乎好像少了什么东西 那我是希望说 我们如果有什么中长远的计划 因为我在我们市长的 那个施政报告里面 看到非常好的愿景 那本席提出这个跟你讨论 因为你研考会 你这个会是在高雄市政府里面 居非常重要的角色 你要怎么去统合我们整个 每一局的那个 将来对我们高雄市 要做的一些计划也好 一些重大建设也好 都是要经过贵会来处理 然后贵会还要督促他们每一局 执行的情形怎么样 所以本席提出这个跟你讨论 是说要让我们高雄市民 可以真正的看到愿景 然后变成我们 期许的我们的移居城市 我们最爱生活在高雄都好 可是你的相关我们的基础设施 我们的一些包含休闲 包含一些观光也好 包含任何一些需要的建设 都应该好好的统筹 不只说你的一些工作报告 业务报告里面 我觉得写的实在是 太清楚 你那本 好意要好得减特 可以跟我们的副市长 好好的那个请教一下 我们副市长之前 那个业务报告都写得非常好 本席非常的认同 你要他请教一下 那算你的前辈 然后本席在我们的 贵会里面看到了一笔新的预算 叫做办理公民参与培训 宣导辅导规划 及培养在地公民参与 这一笔经费 你们编累了多少 我们编了 分成两笔 各三百万 各三百万 那我会有算算算 送给我的怎么不一样的数字 好奇怪 好那没关系 你办理这个是要办理什么的 我们是希望说透过 公民的赔利 让公民可以参与 那我们中间有一部分是在做参与式预算 譬如说我们对于这个生态 我们最近有一个这个 柏尔哈马仙附近的这个生态环境的改善 希望透过公民来参与 他们自己想说我需要什么 那我可以提出建议 那市政府可以来做 那另外 有两个计划 一个是针对老人家 就是高龄的公民 一方面针对妇女 我们也希望针对妇女关心的议题 针对老人关心的议题 由他们主动来提案 那这中间当然是 那现在已经六月了 你有做了 已经在进行这个赔利 赔利的过程 就是大家了解这个公民参与 那公民参与如果提出的议案的话 我们将来要辅导他们 把他议案变成一个可行的 那这些公民是什么公民 一般的公民都可以吗 我们这个三个部分 还是我们贵会来领选这些参与的公民 不是不是 我们跟我们的学校中山大学 有一个团队 还有社区大学 还有一些NGO 他们都有来参与 这当然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因为每个其实五都 其他五都也都有在进行 本期跟你讨论 你不要说其他五都都有在做 是要我们做的比他们更好才对 那本期刚刚跟你讨论的这一些 这个你的原意非常好 可是我觉得你的面不够广 因为你刚刚只报告了 跟特别的几个大学 大概一个两个 或是特别的团体 本期是希望你能够扩大 我不是对你的经费有意见 我是说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以那个把那些重要的一些 学校在在地的我们在地的 一些大概相关科系的学生教授 还有一些我们的公民团体 或是什么环保团体 或是什么教育团体 任何的团体都可以 请他们可以自由来参加 你这个会这样子的培训 将来才对我们高昂市有用 我们慢慢的来从基层开始培训起 也不一定大学 说不定也可以落实到我们比较 还有国小也好 这些老师校长都可以邀请他们一起来 那我们就是从我们最基础的 国小开始这样子一直培育的话 将来这个都可以成为我们高昂市的一些资产 那本期是希望这样跟你讨论 跟医院报告 这个正是我们的方向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做 那我们是慢慢会扩大我们的范围 那本期也期许你这个可以办出 办的有声有色 办的有一些效益出来 那本期再请教刘主委 民众常常跟我们陈勤说 打1999或是市长信箱 都没有马上即使得到非常好的服务 本期请问你 还有除了这两个 还有其他的管道吗 市长信箱 还有关于工程方面 有 也有那个 就是1999 除了1999 我们还有一个APP 有些人譬如说他不能用 他可以用APP 也可以来 来报告 你们那个APP系统很多人都诟病 希望说 本期跟你讨论这个是希望说 你既然 1999你们都觉得很好 可是很多人还是觉得说 打1999 没有得到即使的服务 而且有的打了好像石沉大海 连回复都没有 而且他们还具名打的 跟医院报告 其实我们这个案子进来会分案 那有些案子是我们 24小时 就是 不是在上班之后 时间之后 我们也会去处理 那有些案子比较不急的话 就是 按照上班时间 没有比较不急啊 人家都很急 才打1999 但是我们都会 我是希望说 你们落实的管理好 我们市长信箱要1999 或是任何 你们可以让民众直接反应 他需要服务的一些管道 都希望你们赶快提供最好的服务 那本席再问你 你们现在还有委托在做我们市长市政满意度调查吗 有 有 有 每一年做 每一季做一次 每一季做一次 那本席希望说你们这个市政满意度调查 可以不用做 因为市长已经残联 已经四次五星了 应该不用做对市长的市政满意度 反而可以做我们合并以后 我们的市民是不是诚如我们市长说的 我们合并以后 我们有认同感光荣感 这个我们也有做 这个有做吗 有 你也叫他来讨论我们这市医院一下 好不好 我们都从来没有被讨论过呢 这是用抽样的 随机抽样的 好你请坐 最后本席也要感谢陈市长 对本席所建议的事项都非常的重视 有关地方建设的部分 也都陆续都有发包完成 但是人很多不足的地方 如我们岡山地区 本市有建议说 是什么 我们起一座 大型多功能的集会场所 本席也有跟市长建议过 在我们那个 呃国防部的土地 可以经过我们的都市计划变更 找一块土地出来 那另外我们 谢谢陆议员的咨询 我们休息十分钟 谢谢陆议员的咨询